我想問題一的部分大概就告一個段落 所以之後延伸的畫面那些都有放在雲端上面 那將來有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大家都是在看一下影音 因為這個部分還是需要時間練習 而且你最好是可以再找其他的範例 因為這個時不太容易 尤其像Sequel的這個部分很容易出錯 然後實際上面我想有細節部分 一些小地方可能會出錯的話 我想各位多練習應該慢慢就可以排除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這個地方 我們的虛擬非常簡單 我如果今天要產生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日期 那我只要月份的部分 那怎麼做呢 其實方法很多啦 這一題蠻簡單的嘛 如果用函數來解也非常簡單嘛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用什麼呢 用慢死就可以嘛 所以就是用慢死的函數 所以在插入函數裡面 你找到慢死 慢死這邊的話找日期時間好了 慢死部分 這邊有個慢死 然後慢死的部分的話 你就指向哪一個 指向這一個 按確定 他就回傳回來 而且他這邊自動還會幫你完成 這個是 不過他是用一個陣列的方式 把這個這個地方轉換成日期 直接丟下來 自動就完成了 底下自動幫我們抓出 我們要的這個日期裡面的部分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的動作 不是說用函數的話 比如說要用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自動幫我把日期放進來的話 那這邊我想也很簡單嘛 前面也練習過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有可能我們問題裡面是放日期格式 但是有一些你會發現舊的資料 他日期是把它當成文字來處理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出來 變成比如說我要月份之外 還有日還有年 要通通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又是另外一種的方式 我想這裡的話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第一個先開啟問題二 然後旁邊加個按鈕 按下去可以自動產生 不一定用那個函數的方式來做 先確定一下那個格式按右鍵 說個格式先確定一下 它是哪一種類型的 那基本上這個是制定 應該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日期格式沒問題 因為它有YYMMDD 所以基本上只是說 它多增加了什麼呢 多增加了那個後面有個DDD 就是加上那個週期 其實我印象中好像加AA也可以 那用DDD也可以 那是不是隨便用一個數 一個一個英文字都不行 你用別的好像不行 字